時中密, 時中有密 27號的新歌推上網, 我們的禎哥就照樣出 上個星期也跟大家說了 是關於今天和明天阿寶的節目 都會有一些我們新的安排 或者是新的甚麼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組合 年尾出的組合, 是吧 無端端我今天就… 應該說我今晚貼上來, 新歌推上網 是, 新歌推上網 是我的節目叫做單身網 將我自己推上網 很少可以在星期三跟大家見面 今天可以來到亨爺的節目 和龍爺一起合作 我無緣無故貼上來, 不知道為甚麼 我說厲害, 原來聲音很厲害 你看我只推上那個發音 我高你們兩節, 我也剛剛好 你們兩個全都入咪, 原來是咪王 咦, 我現在才發現 所以你坐這邊的時候, 豈不是厲害 平時坐你的位置就是Ken 我不是有小聲說話 沒有, 當然是我教, 這些專業來的 連推都推不到, 怎麼搞 那我們三個最頭, 其實真的… 不是新類型的, 不是有新計劃 可能你聽說, 真棒, 你們三個坐在一起 是呀, 可能以後都是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過, 以後都會這樣 是呀… 真的有人喜歡才說 你覺得呢, 阿寶, 你的經驗豐富 如果有超過二十位聽眾 你不要啊, 你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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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眾很聰明的 一聽到有這些, 立即做你 二十一個, 剛剛好 我覺得這樣值得 你經常下班過來, 挺好 還要照顧我下班 我覺得這個節目的安排, 首先要感謝阿寶 因為阿寶就在早陣子 在過幾星期前 他某個部位行 對, 他就聊我 可不可以我們一起錄一些東西 基於幾樣東西 第一, 因為二、三年 將會過去這個年度 我們有沒有一些東西拿 或者一些專業 畢竟我們都一起做音樂節目 是呀… 其實我們升到也有多音樂節目 如果相對香港的電腦 也有多的 不同類型 大家播歌、聊幾句 我不應該不要再做 太多了 你是跟大家去分析一下這個詞 沒錯, Cindy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口中 他說音樂來說 最欣賞的節目 真的不是拆鞋 他很喜歡阿寶的做法 他很有深度 還有分析一下那些詞 後面的用字 故事、歷史 他叫我 不如何亨,你學一下阿寶 我說 會不會這樣說 我說我 我覺得這件事 都給我面子 星期三 賣我明天 星期四 四點到五點五點的 詞中物的廣告 是 龍 叫做什麼 叫做 星島的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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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音樂方面 何亨 其實我們現在都很通理合作 私底下 龍仔發了很多功 不過咪前發聲的時間 少了 就是推阿亨出去 你出去見人 推我這個傭人 推下人 再這樣改革 我們應該這樣走下去 我嘔 嘔 這個角色反過來 我們平時 嘔 嘔 你說嘔 嘔 我真的嘔 對 所以我們三個出現 大概是這樣 阿寶明天的節目 我們都會繼續 我們三個組合 不過我們什麼都還沒說 關於樂壇的娛樂 或者大事都還沒說 之前 我覺得都要作為 在這個時段 因為來近1月1日 聽開星島的朋友 如果聽了宣傳聲 大家都有聽到 就是AM和網上收聽 那個大分野 阿龍聽完之後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新科技 收聽方法 接著去吧 大勢所趨 對 網絡收音機 現在都有一部手機 一定有上網 按開APP 就聽到更方便 因為你知道 AM始終會有些地方 是收不到的 現在多了人用手機 收聽方便了 我們自然曝光 應該比較高 網絡技術上 例如聽到質素上 的確是 聽了很多 沒錯 而且只有一句話 搞定你了 各位聽眾就是這樣 要麼收不到 要麼就收到 收到就很聲音 收不到就檢查你的WiFi 要麼就進入 要麼不進 跟模擬正式不同 可能在電台工程部的朋友 可能要不停調教音頻 聽到那些朋友 譬如你駕著車在101 去到我那邊也好 可能如果你沒有自動追台 那些很舊的 很舊的 用領的 還有沒有人有收音機 有 我想我已經丟掉了 或應該都壞了 所以就有些轉變 沒錯 一個新的習慣 慢慢習慣就可以了 到時你便會聽到 我們聲音更加漂亮 要一直開始 記住留意我的節目 2點後 我們仍然都會出現 不過在app上出現 在網絡上出現 由on air 變成on internet 對 到時可能可以和大家一起jam一下 聽眾打電話上來 又可以jam 對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如果jam 這個好聽好聽 那倒是 所以音質就比較好 很陰質 做人不要那麼陰質 寶大就住 譬如這個變化 收聽方法不同了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在電台北京都做了這麼久 其實我覺得這個 都是大勢所趨的 因為始終大家上網的時間 其實肯定是一個 開啟收音機的時間 我估計 而且手機都很方便 除了可以用app聽 我們節目最好的聲音 亦都可以用chineseradio.com 直播 我也是偶爾用chineseradio.com 因為在公司開著網站 沒有人理會你 開著手機 拍著一個AirPod 人家找你的 聽不到 對於我們做DJ 會不會有些事情可以 以前不能說的 現在可以說的 我會考慮一下這些 聽下去用自想 對嗎 對 其實在十幾年前 已經是所謂的橫跨 當媒體 聽下去跟客人聊天 我們當媒體 怎樣做呢 我們有個網站 然後我們有網絡平台做broadcast 我們曾經 好像阿寶的想法也有 我們的題目是否可以大膽一點 我們的用詞是否可以再赤裸 可以形容為赤裸和精準一點 對 那些題材可不可以 再大膽一點 由二級b升升他 對 二級c 二級c 加 二級b加 有一段時間 是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會不會得到聽眾的朋友 喜愛 新鮮感 我們甚至討論 能否播出粗口歌 因為沒有人監管 對 打氣墊波 有人監管 對 沒錯 那些是沒有的 對嗎 一兩個不會剪的 但是我們都是同一個品牌 對 對 沒錯 就是這樣的關係 再加上我自己自我審查機制的關係 我沒有做到 嗯 現在是否想試一下 現在也不用 不是 大膽極 都有閒 可能會比先前大膽少少 都是個丁 都是個丁 反觀 我們的變法 應該是感覺最強 其實從來 十年八載 大家在聽歌方面 其實他們製作人方面 香港樂壇 例如一班Rap的朋友 他們其實有很多 用來不能播出 在電台是不能播出的 基本上 經常都想播 經常慈衝物都想說Rap 對 沒錯 你夠膽嗎 說是沒問題 你每次都要 嘟嘟嘟嘟 那些字 那就沒人了 是 通常這些都是較為 一些批判性的 他首歌可能是在批判政府或某些事 我們又不能播出 不是不能播出 只能播出一次 最主要還能陰到我們 現在多了很多結證版 Radeo版 Radeo edit 你有時看 以為是Edit 原來沒有Edit 應該多一次 在這幾年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行家 香港 Ting都試過一次 是 為何會播出 是嗎 我們經過 出事 我們在流程上 應該是不會有漏洞 都漏洞 最後有人出來公公 我只是覺得結證版 是差一點原汁原味 不夠全實 我覺得其實是看過製作人 因為我聽過有些 即使沒有粗口字 都在原意 當然 多個字 聽上去更順異 你知道廣東月音有九韻 是差一點 但作為我們三個都在電台做音樂節目 是 大家提不提倡 應該這樣說 認不認同這件事 即欣賞這一種趨勢 覺得應該要再拉闊給各位聽眾 我們不要當我們在電台播放 如果大家有一個 不是電台的一個平台 一個頻道 或者茶餘飯後跟朋友分享一下 可以 我會 這些 我當然希望可以百花齊放 反正現在娛樂已經變成片化 每個人其實都是自己會想聽 自己想看自己的東西 能夠可以去得盡一點 當然想去得盡一點 只不過有時候 有些道德上的東西 可能規範上都要遵守一下 或者在一些小朋友接觸到的地方 我們可能要 教育一下他 提早教育一下他們 提早教育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是怎樣運用這些東西 所以 可能有個 有個分級制之類的東西都不定 可能會比較方便 好像以前 電影沒有分三級制的時候 透透摸摸 始終去到某些地方 有些東西你又看不到 是 但有分三級制之後 反而 容易 就去得盡一點 現在沒有限制 除了家長 鎖了設定密碼 沒有限制 鎖什麼 你鎖這個網站 我就去那個網站去看 鎖我 還有現在的人很早熟 我們應該是有責任 在我們的操控範圍 我們盡量去 應該有教育勝利 不要開得那麼闊 我沒有想到 這麼偉大的教育人 我只希望 自己不要教壞人 我只是想大家 聽多些歌 你問到我 我就會說 你不問 你自己找吧 放棄歸根究竟 我們都在做音樂節目 所以未至於說要 一定有些很嚴重的情況出現 沒有的 批判歸批判 又不是我批判 只是歌詞批判 都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轉頭回來 繼續說說 2023年關於樂壇那方面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從何時說起 那個編集的我 那人數 難憑愛護我 也開解不了 自潛艇的我 常言rumination 要不得 要看開的我 很乖 狂野點火 自太自我 知道 何時哭猛了 靠高歌詞叫 Calm down on 從無冷靜過 靠揮金捐錢 有無幫助 曾憤怒 風陰痛了 依然覺得 混錯 So I pay the therapist 陪我書解情緒很多課 笑著一生 幾多風波 幾多驚激 幾多欠了風雨淚 勇敢的真美 又提醒了 真美醒了我 好宇宙撕裂我 煩惱不再相離 愛真美的結果 浪漫更多 浪漫更多 CVTS 添加DOC 海車聽 沒有知 誰太隨意外 就通處碰 逼垃圾人 Traumat 誰過分要自信 假表情太過 刻意 青春故事 無數不堪 互顧的不知 小姐一生 幾多風波 幾多辛酸 幾多看錯 心裡一切 最悲痛之際 突然清楚 真美醒了我 他確認接受我 煩惱不再相離 愛真美的結果 我 我 說 我錯也犯錯 罪壞的非 我已接近我 他怕的更愛 事情分無事情 情嫌多 In a peace is all about What's inside of you This real you now is coming through 以後以後 那首真情 絕活絕的我 是我 曾每一生 幾多風波 曾每一生 發別實多 自然信 真美真美 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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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一生 也 想拍照 仁宇 心裡 緊記 那真美 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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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哪個最邪接的我 今天媽媽 又回到我們今天新歌推上榜 如果剛開心機的朋友 這一句說話可能遲些就不用說了 剛開啟了App的朋友 大家好 現在都是收聽間 我們升到中文語台 今天新歌推上榜的一個環節 多了兩位拍檔 就是一位是持中密的阿寶 大家好 明天記得聽 我甚至要介紹自己 就是龍爺 你剛才是禮拜一播完 龍爺 亭爺亭爺亭爺 我已經上位了 剛才我們講到關於收聽模式 進入我們這個special 分享一下關於廣東歌或樂壇 在2023年的一些改變 或是整個大趨勢都來到最後 下個星期我們是24年的新的一年 新的年度又開始了 2023年年初我說過甚麼呢 先找那幾集出來聽聽 我先想想 你們先說 2023年我覺得最給我大的感覺 因為我負責推歌的節目 其實我從來就算在香港電台做音樂表演 我也是一個替耕的人士 我沒有全力 譬如晚上做節目也有通宵節目 但我又不是全力做通宵節目 監禁哪個放假 阿亨 頂呀 頂呀 又頂我頂 好吧 怎樣不全力 拿樓攤 因為我有其他部份 譬如我可能是其他的節目要做監製之類 我沒有那麼全面性去看著樂壇整年的走勢 或者是對歌手的認識 我今年尤其是熟悉 或者可能有些大趨勢好像不同了 例如是那班製作人 以往我們那個年代 譬如多謝Pucko 大家都知道 Pucko的組合 多謝Pucko 林夕和黃偉文又是對的 一班製作人沒什麼點變 聽來聽來是Kao叔叔 是呀 那班全部都很熟悉的 但今年突然好像水退 海底的女兒突然紅了一班人 突然多了音樂世界上來 即是Oscar 是呀 薛俊凌 薛俊明 Gordon Fenders 可能你未必會聽過他的名字 但你可能會聽過他的名字 J.M.Y J.M.Y. Beats 沒錯 清黃不摺之前 現在就迫著上位 其實那班音樂製作人都還在 可能被判了監製之類 但湧得一班那麼多新人出來 兩位拍檔你覺得基於是甚麼事 是否覺得地方是因為發生了很多事 所以他們就出來了 當然有關係 我覺得提材上 有些人是希望可以獨立發展的 不能被一些唱片公司制肘 在題材方面局限 所以他們就盡量自己去控制成本 盡量自己去出他們的歌 所以我覺得湧現了很多這些人 除了是因為社會性題材方面 另外我覺得他們找到一個渠道賺錢都是關係 因為以前的獨立音樂人 真的很獨立 好像林一峰那些 以前很辛苦 很下層 但慢慢因為有串流 有現場演出的機會 慢慢就開始 獨立音樂人都可以找到 餐顏仔 糊塗口 糊塗口 勉強 這件事是2000年代 Y2K Y2K 在那個年代 你以為是1990年代 那時就蓬勃 但後來有一番盤盤很盛行 甚至也不愛 MP3很盛行的年代 他們找不到自己怎樣可以賺錢 全部做唱片都會虧 那些唱片公司也要大都虎虎 或者自己也做不住 在那段時間 其實是樂壇最黑暗的時期 接著過了十年八年 到近這十年開始 又開始有些技術上的改變 以及經營模式上的改變 又開始多了獨立的歌手出來 但他們還是耕耘了很久 到近這幾年 我就開始成熟了 這個獨立發展的行當 之前可能他們做很多副業 或者同90年代比亞 一首歌賺幾千幾萬 什麼白金 雙白金 現在幾首歌賺幾千 有個時期是很黑暗的 但現在好像慢慢開始有些改變 我想這個行業上成熟了之後 就慢慢一切都會向好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某些社會上的原因 大家有某些東西又不可以說 就只能夠說樂樂 或者放了一個歌 忍悔歌詞 又或者多了人去風花朱穴 聲色犬馬 娛樂業的發展又會蓬佩一點 比較少半經營的 都有他們的市場 阿龍呢 其實你在電台做了新歌 或者做了流行榜 都很長時間 很長 有份聽 聽下去的幾年 可能是疫情的一段時間 以及之前 你又覺得有沒有不同 其實是否幾個階段 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是幾個階段 好話不要聽 我們數十年前 2013年開始 我覺得是一個 村流平台開始蓬佩 以及開始普及化 最初的時候就是大家 你那裡有沒有歌聽 或者可能還在犯法 下載M3來聽 因為揮發較為快 很多時候 這早上出唱片 你晚上回到家 已經可以讓你下載聽 沒錯 真可憐 我真的覺得 那時候我還未是一個 全職的電台主持 我都覺得 他們這樣做 歌手有沒有錢賺 好了 到開始 而那些串流平台 開始普及化 月費便宜 我安裝一個月費 可能50元港幣 你只是一個多元錢一天 我可以聽到很多新歌 還可以下載下來聽 任何時想聽就聽 就像我一樣 我都經常用著一個串流平台 我知道 現在的音樂 去到哪裡 我說不要聽 我覺得這個是這十年裏面 改變得最快 因為像我一樣 我以前都會寧願選擇買碟 我會覺得 我要儲存這支碟 我才有那個音樂 但現在不是 上網找個歌名 按我按 我就已經擁有了這支音樂 還要是何時聽 那個Paylist 大家排個Paylist 是我們小時候中學的時候 發夢 是抄的 希望有一個 不是 我們小時候中學的時候 是我們抄Paylist 我們抄Paylist 你問朋友借一支碟 錄一個歌 錄一盒 錄一盒 是自己的 要寫歌名 哪首是哪首 現在聽歌的人真的幸福 好 別聽 這十年串流平台 發達了 大家聽歌亦發達了 由二千年開始 大家開始聽的東西 是比較世界性的 這個世界性 我覺得是一個 改變了全世界的音樂 就算你不要聽 美國也因為受到韓流的侵襲 而改變了很多 他們自己的編曲 而且他們的印象 都好像有點近地 你更加想香港這麼近的地方 受到韓國的影響 他們的編曲、他們的音樂 更加需要貼近他們 因為韓流實在太厲害 搶了年輕一輩的一個市場 你現在問問90後、00後 你數可能廣東歌 他可能十首已經盡頭 數K-pop來聽 我喜歡哪個女團 整個可能他們的清單 數出來給你聽 都沒問題 是一代的文化 有點像我們80年代 當時迷迷日本的音樂問題 其實當年我們也有做過一件事 我和阿寶 當年代 譬如我們聽日文歌 中心明賽 你小時候我們一段 哪有 是嗎? 他們差不多 別裝模仿了 你們兩個 都當我是小朋友 根本人真言 我們覺得自己年輕 給不給 當年對比現在 其實就是現在聽韓國的音樂 我覺得就是這樣的 因為龍仔剛才帶出來的 我們聽歌的習慣不同了 聽歌的工具不同了 其實在廣東樂壇的一群歌手 都隨著一個大趨勢 大家在打一場世界戰 我不是再是香港這個細小地區 我也是可能欠全世界聽 懂得說廣東話的人 對 沒錯 近日 譬如Jace Jace Chan 他那首《練功》 《Countdown》 其實我都挺代表到 阿龍剛才說的那件事 因為我們要打大腦 一首歌裡面 我有三個語言 《國語》 《英》 沒錯 我們有編曲 《夠密》 再加上國語 《英文》 《廣東》 《月語》 問你怕了嗎 所以聽起來是… 可以多抱一些人 我相信Jace Chan 大家都會掛著他 因為他也是其中一個 我也挺欣賞他 挺有創意的一個女歌手 創作歌手那邊 沒錯 所以你說他有一段時間 被人雪藏了 但可能他再出來就是 好像我們… 可以出來就行了 對 即是扼波 扼得耐 然後把所有東西都推出來 扼波這個好 把我有的東西 在這段時間想的東西 全部推出來了 去了LA 然後去了墨西哥 問你怕了嗎 繞完一個圈 再寒一寒一寒 人家怕了嗎 又不同了 當然啦 我看到也… 嘩…女兒 嘩… 連我們的叔叔系列 那些… 敢不敢動到你阿寶 我們剛才說的… 不是很可以 我不是很接受到 果然大家出色不同 這一節我們又差不多 我們轉頭回來 繼續說一說 樂壇的新趨勢 一副不會改變的樣子 一副不想承認錯誤的樣子 反正就是整個世界的錯 都是他們太蠢太烈 所有人的火 I know your title 整個世界怎麼對你 打得沒有看你自己 到底怎麼對自己 一直自顧自悄悄地生氣 好不容易就問番提起 boy calm down you gotta work it out boy calm down you just gotta work it out 練功練功 好過在這裡聯想一通 當到天花霖風 大人又洗不動 I'm so turned up 麻煩你練功練功 再現起而討練練功 我沒有太多力氣 我沒有太多力氣 再去順順善遊 請教導慢慢改變你 cause you got your own path your own decision 不忠心祝福你 找個更好的代替 boy calm down you gotta work it out I said boy calm down you just gotta work it ou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三節的新歌推上榜特別版之好兄弟相聚 至2023年新催世 沒錯 2023年新催世 其實剛才聽龍仔講完又會想起一件事 就是近年歌手力鼓一兩首歌就夠吃了 好像每一段時間出一支歌 然後想辦法將歌曲推 然後就可以吃很久了 行不行呢 我在想現在這件事 我看見是一個趨勢 是不是 人夠紅就可以了 你看看現在欠上位 MC 今年也有六首歌 不需要再儲存一支碟才出來 他們先出了歌 譬如黃妍 先出了很多首歌 其實他一支碟裡的歌 是橫跨三四年 我想也是 因為不再像以前一樣 一支碟十支歌 主打可能兩支 然後第二主打可能兩支 其餘那六支歌呢 你賣回自己聽 Side Track 現在沒有Side Track 現在十支 Jace Chan那十支 太好了 林家謙那七支 OK 不直接就不出了 不過我覺得現在做碟 可能未必真的做碟 好像我這樣說 已經不再做一支實體碟出來 雖然近年都會玩黑膠碟 或者膠碟 因為大家覺得音質始終不同 甚至更穿一點 可以玩上機器帶 現在去哪裏找機器 我家裏的機器都買了 現在出了Dismond 很拿你膽 他有USB頭 又可以錄音 但是播機器 我買了兩部 但結果沒用過 價錢不貴 你買不貴我都買 買完之後又不用 放在那裡封塵 你說機器 可能一兩個歌手 黑膠碟 真的很多歌手會出 今年都出了幾支 甚至幾個歌手都說 我今年會先推黑膠碟 之後再推出實體碟 不過那些歌 全部都在網上串流平台聽 兩位拍檔 你又覺不覺得 首先我自己有個猜疑 猜疑 因為你們懂不懂聽 那些年輕人懂不懂聽 還有沒有聽過 你去到黑膠或播放 播放那些 你知道那些東西要加小了 對 太極加德哥那一對喇叭 連同那個盤 坐個皇帝位 對 百多萬一塊 對 連連羅斯也買不起 羅家良當年買一部攝影機 即是一柄柄的攝影機 那些嗎 攝影攝影機 有攝影機才行 對 找完攝影機 錄的時候就錄到攝影機 或者一些經典的東西 但其實到了年紀 慢慢上下的時候 耳朵就可以退化 沒錯 要坐一坐一會才聽到 你皇帝位也沒用 但問題就來了 究竟是Y2K的懷舊 我回答你兩個字 現在流行懷舊 流行而已 但聽不聽到 這個就是問題 Defense在哪裏 剛才我們也有說 聽東西的模式不同了 拿著一部電話 或者拿著一部NP 播放NP3的東東 NP3機 就聽了 其實可能他從出生開始聽 就是在聽數字的質素 是嗎 數字的質素 都可以說 是有分的 因為是2000年到2010年左右 他們還是走一個較低音樂的 PBS 到後期才上升到320 甚至上升 有時候我聽到一些 質素好像那麼多 是否我耳朵有問題 不是 我耳朵是正版 我當年聽 為何會這麼好聽 是否被人整股呢 對 我無機問題 抹遲頭 先看有沒有遲頭 我們會馬上抹 是這樣的 三個班不知道是遲頭 不知道甚麼是食彈 不是說好還是不好 他們會不會聽 是否聽到分別 不知道 即是我看見 這位是鑽碟 尤其是現在的設備 即E-Up Hub E-Up Phone 好像越出越貴 貴 貴了 他還在玩木 一個年輕人戴著 4000多元 3百多元 我都沒有那麼多錢買 那些年輕人 那些中毒不深 如果父母親 買個300多元 不中毒不深 不深 算是普通的 香港現在他們自己弄的 E-Up Hub 對 弄了自己的耳膠 他問哪一隻木 他問 你給我看一條線 我有條線 因為我是五六年前回香港的時候 我曾經真的見過這些店 這些人上台才用 為甚麼 為甚麼年輕人 看你的樣子都是聽歌 你弄來幹甚麼 有一群懂得聽 有一群人其實他們不是聽歌 Show off 都不可以說Show off 他們實際上聽音色有甚麼不同 他們是聽音色 其實這首歌 甚麼含意 旋律是否漂亮 我只要聽到後面有音樂聲 右邊要有鼓聲 圓圍怎樣走 他們覺得那些是他們最享受的 我也有一段時間 小時候都會在 沉迷 那時候錄音樂錄音帶 但錄音帶都分了很多 不同價錢 我們窮仔不停買那些 然後有些貴一點的 30元餅 有不同材料 其實是同一首歌 但我們就聽聽有甚麼分別 這首歌是甚麼歌 不是很重要 H20和愛情陷阱 我們撈亂了 但是你說現在今時今日 懷舊 懷舊其實是 我覺得是一種心態 例如你聽這首歌 懷舊金曲之夜 其實都是有一點 其實你聽出它是新的 他很聰明的感覺 他很聰明的感覺 如何令到一首老土的懷舊 變成不老土 但你又感覺到懷舊 阿寶你剛才提及了一件事 譬如湯寧珊 Garity Garity 他做的那首歌 即是他再重新 阿榮 有阿Nam裏面的 你覺得怎樣 我很喜歡 然後阿龍仔按著我不給我 我頒這首歌 做這個十大 為甚麼 因為其實那首歌 不算是一首他的代表作 是 那是 我也喜歡他另一首歌 但這首歌 我聽得很爽快 我聽得很爽快 因為可能我們中年的人 聽到阿Nam 喝起英倫琵琶 好像激活了他 邁步向前 其實真的捉住某些很重要的聲音 那種味道 然後就將它變成一首新歌 即是你說 跟阿尹光那首DMyself 是耳骨同工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反轉方向 其實說真的DMyself 今年來說 你問我 這份詞 雖然他用了一日時間寫 我覺得很難寫 但我真的要一個人 去說另一個明星 或者未必是一個明星 可能大家聽過他的名字 文化的代表者 應該是 好 兩位拍童不要說 不過我們先聽一聽 回來再說這首歌 有什麼得意成就 若是想踢我落雨跟你回眸 三眼是眉秋 请观众快入座即将进行这个演奏 醉亦如穷尘 谁人没有遗憾 并未尽棍Holly活难过足口人 十四座那座下就快归隐 唱着最后余怀 素波波怎算煤火星球 多么感激有幸自身 这女望满天星寿 这段旅情人来人往 细数着头无流走 听过几多落泪大笑欢呼拍手 痴交化的岁数永不停留 所得所失浸雪起转转心情 人有招构 表街督下波滚下路友 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看法 玩过狗 喂喂 我唱唱 无无话聊聊 从未太先聊 我再唱 人人啊 爷爷 愿望你一笑 我 得了我星线 亦折求了我 打借 个使命 过继起海料 数多个天算 每个星那头 多么感激有幸自身 这女望满天星寿 这段对情人来人往 归之时随月神偷 听过几多落泪大笑欢呼拍手 数一生的智慧与荒谬 所得所失浸雪起转转心情 人有招构 朝朝看镜中这个路友 剧中的我和我是自由 好了回来听完了 韵光的 数波波 怎算每火星啊 扣 这首歌很值得大家去讨论 我当时听的时候有点感动 但也要想一件事 将来的音乐 会不会是一个AI的市场 这首歌是因为AI的市场 令到韵光再次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出现 韵光唱了姜濤的《Dear Myself》 是AI版 然后我都听了很多次 然后他演唱会自己 在一人之境 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自己重新在现场唱完这两首 我又再听又再听 然后听到他自转式的DM的时候 然后就有点感动 因为我们成长的时候 都会唱韵光的口水歌 喂喂 荷里活 你多而已我少的 阿牧一听到 唱卡拉OK有朋友 我走 我又不唱这些 我一定会找 但现在很少有得唱 我告诉你 但韵光的经历 其实是很香港的 很贴地的 整件事是我们觉得 很值得怀念香港最辉煌的时候 我们常常听李隆基和珠咪咪 他们说要跑夜场 一晚一会 要跑多长 那些时代 我们还是小时候 未经历过我 但是韵光和其他那一辈的歌手 不同的地方是 他是一个与事并俊的人 这件事是我很欣赏的 就算那时候唱小李阿爸 我都觉得很棒 雖然没有播出 是的 很棒 韵光是你每隔几年 就会听到他去做一些新的事 而他自己 韵光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在这方面是与别不同的 他没有回到舊路 他有的 他在唱之前 但他不会永远停留在那里 是的 所以我觉得 戒定韵光 譬如我刚才所说 他每几年有一些新的冲击 还是大家去如何解架 韵光 由AI 和一些可能新人 譬如姜濤的歌的名字 互相牵连到 究竟是一个市场 市场 地板 还是因为这次 带了很多乐迈的声音 不是呀 光哥 赤坐珍珠 好像阿龙 那些荷里活 大家总会听到 原来 以前 以前大家沒有提起 原來去卡拉OK 例如俊玲 他就說 江哥 以前我們讀書的時候 要唱完你那首歌 我們才能離開 這件事是沒有浮上面的 那首歌究竟在主流播放暴光 以及是否起不起起 到江哥今年2023年大家見證到他 他已經被稱為次文化宗師 他已經被稱為 沒錯 還有江哥提提大家 我愛這些不是低俗 沒錯 即使洗脫了他的標籤 是鼓勵性的歌 不問你怕你 我也不停聽到他以前的歌 不停唱 話題講不完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明天還有繼續 沒錯 一場推銳 看起來 天啊 牽著象在街上 唔是你的擁抱 日本以為為什麼 插 econ 觀眾看起來 重新組織 我的心構想 該身為被分寫 那位是出色 7馬錄謝謝 不要緊 這麼寫兒啊 看起來 還是跌百我們找 Jade 爬得到了ě palabras icootsicky 小SKad 事情拍子 橫你貌包 我 Cavoli isch不停 mar 弄思 每日要走一个又一个角落 发电有种飘泡 亦能在这世界花海尋炒内 长路阵灵闪蜇 发着金色的香蜗 流离失所的结果 流到往复的深海 可原着无论的飘泡 放心去尋觅快乐 一个流离失所的天空 在这湖泊水教师不错 随意糊弄的吠火 这独有浪漫感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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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吃饭的时候没有调味 会觉得寡,觉得淡 听歌的时候没有池中蜜 又怎样会感受到甜酸苦辣呢? 带领大家品尝歌池中的丰富味道 池中蜜,池中有蜜 欢迎大家收听第267集的池中蜜 今天我很高兴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人马 来做我的嘉宾 首先就是,我们看看蓝色城墙那边有差不多200磅的龙仔 之前大家可能已经在顶我那间的时候 就叫做飞池中蜜的龙仔 龙爺 因为你做的叫做池中蜜嘛 我没有跟着你去做 我又没有你这么高心 那就飞池中蜜咯 我有多高心,我扮高心而已 对啊,龙油淺水租客气嘛 我这些飞池中的物品来的 而另外一位,红色的是龙爺 藍色这边,有亨爷,何亨 为什么你找红色来代表我呢? 不知道 红白都可以的,为什么有红蓝呢? 你喜欢白色就会白色 当然啦,或者是白歌唱大 阿宝就是白色的 何亨,亨爷,他就是做我们新歌争上榜 特色推上榜的节目主持人 和我们很多其他的节目主持人 但是呢,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做音乐节目的 嗯,所以就找了距离了 昨天呢,其实我们已经做过2023年的大事回顾了 嗯 基本上我们就是在这里吹水讲乐台的趋势 没错,那也够啦 没问题,说都不知多开心 阿宝呢,听听听 其实听到这个节目呢 剪了有养份的字 其实可能只剪了两分钟 多?这么多? 不会剪的,只是剪我自己的 今天呢,可能我们就会多讲一些 关于今年发生过什么事 是的 今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 是的 我们可以组合 是的,你组合唱歌 说真的,2023年有喜事 亦都有不开心的事 是的 乐坛上也有很多 尤其是每年都会说 今年有什么重量级人马离世 巨星尹落 是的 三字尾的年份特别多 是的 又是03 93 加上这些 所以令到大家 今年又发生过什么事 但问回去年又发生过什么事 已经没人记得了 或者我们由先苦又甜 好 我们由没有那么开心的事开始讲起 是的 今年有很多乐坛的重要人物 都离开了我们 譬如顾家辉先生 是的 香港的乐坛之宝 对顾家辉 你们有多少的 音乐家 三个字 音乐家 应该这么说 我们那些70年代出生的人 辉哥 他的作品 是令我们听歌的品味 是的 他带着你吃饭的 底部打得好 那时候辉哥和尖叔 两个辉煌 一定是 我都是辉煌演唱会 是的 没错 原来这些歌是顾家辉作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辉哥 你知道他的武功有多强 尖叔有才子 是的 那些鬼才 但他们的作品 由于电视配饭的关系 深入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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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都 哇 那些词这么厉害 是的 而且是贴地的 是的 可能现在较少一些 古装武俠片 那些 七八十年代 古装武俠片 再加上顾家辉作曲 黃尖母的词 是的 这个名字 真的整天都听 是的 有什么班障典礼 也不停听到他 是的 他跟之前 香港乐坛有很大的分别 就是 他的歌 其实是混合了 他在外国学回来的东西 中西结合 是的 其实很香港特色 香港本身也是一个殖民地 是的 真的要用当事来用 是的 現在回归回 都很多年了 怀抱 挺好 哦 怀念 過去 那时候 除了顾家辉 還有 Sam哥 許冠家 Sam哥還未走 Sam哥還未走 黎小田 黎小田 是的 他們三個 可以說 將很多的 香港音樂 改變了 今年除了顾家辉 先生之外 還有 譬如 奧金堡 就是編曲大師奧金堡 走了 是的 還有 DJ Uncle Ray Uncle Ray 真的帶了很多外國音樂 給香港的 我們這一輩 是的 說真的 當年 你怎麼接觸音樂 怎麼接觸外國音樂 哦 電台播什麼 聽什麼 但是 是英文來的 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Uncle Ray 會告訴你 這首歌是Beatles 什麼故事 這些才是我們想聽到的東西 但是Uncle Ray 就像一個百科傳書一樣 隨時刮一首歌 他也有個故事告訴你 現在他還是 歷史世界大傳 全世界主持最長電台節目的紀錄保持者 沒錯 不錯 不錯 不過 跟著我來講一些英年組織 好像LMF的大飛 真的令人軟識 還有很突然 是的 之前始終都做了他的特輯 還有李文 李文令到 我覺得都幾唏噓 是的 他的離開會是一個 尤其是在三文士灣區的聽眾門 有些可能是看著他成長的 或者看著他剛剛初出道的 或者是看著他 年輕一點的欣賞李文的時候 在這一邊的朋友 你想想有多難得去到那個級別 跟著那麼多的受眾或者聽眾 嗯 認同他 是的 橫跨了很多年代 橫跨了很多地域 是的 我記得他初出道的時候 我都在電台上做 上次的歌曲 他那時候還是叫做 李美琳 還沒改名 還沒改名 所以他很快去了台灣 在台灣他就 Coco 李文 然後開始紅了 是的 還有他唱歌是真的厲害的 是的 他真的唱歌很厲害 但是其實李文那件事 大家都 我想看看大家怎麼看 其實當時我們也有少許討論 不關Coco離開時意 為什麼會有些歌手 在香港的樂壇這麼短暫 就已經離開 其實舉個例子 例如黃菲也是 是的 黃菲也是 黃正文 黃正文 他出去繞了一圈 他也是繞了一圈 有一群是留不到在樂壇多久 究竟是當時的樂壇 那個遊戲規則 不適合他們玩 或者不適合他們玩 又或者其實 他們不蝕 什麼來的 這個樂壇 這個樂壇 這個樂圈都不講音樂的 你們是娛樂圈 還是樂壇 台灣不是的 是的 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有一群 就會在香港樂壇這麼短暫 而去到另一個地方 一爆成名 一爆成名 其中有一個討論 還要是他們自己說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相信那時候工業 是一個流水作業 也有關係 還要是流得很重要 是的 我真的在說那種流 有些人很快會看到香港 出了一兩首歌 接著去哪裡 台灣 因為 你紅不起來 換過的 那時候這麼蓬佈 是的 唱片公司覺得 你捧不起 去別處發展 再捧過你 那時候 什麼孫耀威 甚至陳曉冬 那些都有一些類似 很短暫 例如香港經濟起飛 其實在說香港發展 經濟起飛 製造業 金融 旅遊的時間 其實很短暫 當大家在生活上 二十幾三十年 要娛樂 是的 要娛樂的時候 我就去買碟 是的 要娛樂的時候 我就去看電影 要娛樂的時候 我就去買名牌 即是所有東西 所以 其實那可能是一個假象 但是因為我們工業 瘦 來呀 來呀 我們現在在說快餐文化 我們要速食 吃到爛了 我們再轉 其實是一樣的 以前已經在 只是大家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問題 那時候 你做唱片業 是賺錢的 那些歌手 什麼是白金 雙白金 以前才有這個名詞 現在好像 蔡立兒 他們說 那時候 賣幾千隻鹽少 現在賣幾千隻 很多 現在賣到幾千隻 真的很多 很多很多 即是 真的像一時比一時 有時候 這些東西 又不能太多看回頭 說真的 其實今年 除了亞洲 我們熟悉的名字 另外一個 在日本的名字 我都覺得 有一點點 就是 《版本龍一》 因為他 在今年 年初的時候 已經說明 他會有一個 網上 初初他說 實體的演唱會 後來他要改成 一個網上演唱會 而且 他要分段錄影 那時候 大家已經在揣測 《版本龍一》的身體 已經差了很多 這是最後一個機會 有得看 好看 結果 演唱會 大家真的很喜歡 因為影響的是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都有 我也是回到他以前的作品 你聽 因為那時候 香港是改編日文歌 所以 他會影響了很多 香港的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人 他的離開 我覺得 也是 好像 像徽哥一樣 哎呀 有點黯然 因為他都很努力 我不做一些流行音樂 還有教授 他不單止 他對音樂的想法 是很 很前衛 和很宏觀的 他不只是做一些作品 去 演奏大家 也不是說 走去前面 我的音樂是最前衛 他是用音樂的一件事 去 去傳遞一些文化 嗯 用音樂的一些 不同類型的東西 這個世界 去讓你學會聽音樂 我們先聽一首歌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3 4 6 5 8 8 到未来 只有怀疑与怀疑 变过淋漓从此退伴 对爱情那些宗旨 春分秋智 到底你经过什么事 均有像你 已转换尖降过点痴 可算快乐 我亦有些难契迟 然而强盛 并可不输 今晚只想选择 我太恨 太渴望被人拥抱 在空中 必输的戀爱圈套 条文恭喜 一早参加 我已知道 几番错爱又怪谁 想反省你便再傲 常人没有 行错舍路 何用缺步 患能流泪已经很好 不必都算 我知道你经过什么事 感情受惆 要哭够一百零一次 只有欺凌 再到脱胎来开始 来年无人能踏破你 因你敢奉搬在意 因你敢奉搬在意 你也只要等到你本書 下學期開始 別有重讀十次 最暗黑情詩 恨究不見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堅強將你 算起愛哭到停不住 說到未來只有懷疑與懷疑 誰令你從此退敗 對愛情那些終止 春分秋節 到底你經過什麼事 溫柔將你 已掌握佔光和點磁 可算快樂 我亦有些難啟致 願意詳情令我不說跟你 多麼地類似 好 到第二節了 接下來的關節說 今年有個選秀節目很成功,是TVB的,今年在他的歷史之下可以說彈起了 這個節目就叫做中年好聲音,好東西來的,我爸媽也要過個禮拜追 其實以前我們有個三文士獲得冠軍的Vinus,G曲兒 他也獲得很好的成績,現在也很紅,很成功 他本身已經是一個很成功的事業型女性,現在還可以一嘗他的心願做歌手 其實選秀這件事很久很久歷史了,即是十八區歌唱比賽,然後有新秀 然後無線又搞過星夢,再之前有超好巨星,很多很多選秀 但是近年在ViuTV那邊做《全民造星》做得很成功 因為是一群年輕人,所以你看看現在那群 很大分,我想都有三分之一是因為《全民造星》出來的 即是MC那樣吧? 我真是鼓勵不到 你不選我嗎?我爆的,我一打十二,我是熱門的 他真的很成功,我自問也很欣賞他 你說中年好聲音我覺得是因為香港一直懷念著以前八十年代的輝煌 他們唱的歌多數都是一些較舊一點,適合我爸媽那年代聽的歌 所以那群的粉絲已經有經濟人力了,可以買票入場,可以舉登牌 他們又不會夾戴什麼,其實那群是真的唱得的 只不過他們可能入行的時候較為年長一點 你知道的,這個香港樂壇就是你要接著才會有內久度 看得久一點,耐看一點 有多些潛質給你捧,然後就可以賺耐一點錢 但你見中年好聲音這群,我也覺得他們的素造性很大 你看龍亭那些由初頭他們的唱刊到後期的唱刊都改變了 他們撇掉了很多東西,我相信他們都會與時並進的 他們都會努力的,他們是成功的 說真的,他們Vinus也好,或者拿冠軍的周吉培也好 尖少少光,他是我師弟來的 只差兩年而已,我是見過他 太過分了,你知道尖靈光而已 他們其實說中年好聲音,他們都很年輕而已 至少少我很多 所以我都是中年的了 譬如《全民造星》今年是《全民造星5》 搞到全世界去搞 而且我覺得選手節目現在這個年代 尤其你說,保利剛才提出的兩個 香港兩個電視台做 我覺得性質是幾不同 以前選手節目,當然他們要發掘一些 合心水的參賽者 當年,譬如《海選》、《殷選》等 可能是有幾千人選到剩下二十個 然後就做個表演給大家看 當時,只是一萬而已 是,只是一萬而已 很多精英的,五湖四海 張偉健、許智安 背景不同,譬如杜德偉這樣 不是靠媽媽,他真的可以 他行得多錢,到現在還能保持身形 就是在走那個風格 走那個風格 但你們剛才提出的兩個 其實在結構上有幾不同 其實中年好聲音,除了剛才提出 例如你們大家的好朋友 其實是源於香港有一段時間 Busking 例如西洋賽街封了 大家就拿套餐下去 不是單止那群年輕人在中環 在天家旅唱 在王國 是的,在賽街 其實在賽街 是出了很多歌手 是的 那些歌手 不是在網上見到 什麼修禮士 什麼Happy伯 不是那些 真的有一班 是唱得 唱得 還要有粉絲 有粉絲是怎樣呢 就是燒到我的親戚那一疊 我經常去量度 某些東西 紅丟不紅 是否有粉絲 是否有粉絲 就問問我身邊的同事 朋友 還有我家人 對,那這班人是怎樣 我爸爸是 定時 每個星期會去捧牆 站在街上 平時跟他走兩步 我腳痛 怎樣 叫他喝酒 不是 不是 我乘兩港巴士 出去看一些東西 你去哪裡 WhatsApp 又不回覆那些 原來他就是下去 看他們唱歌 有一大群人 其實跟他們很熟 如果電視 有這樣的表演 中環好聲音 包括有幾種人 明星 或者我們熟悉的人 有知名度 親戚 親戚 阿哥 阿爸 阿媽 然後在海外 叫他回來的人 然後Busking 有一班已經紅了的人 再加上是有娛樂話題的人 其實他不是一個唱歌選手Show 是一個娛樂Show 我覺得全部都是 是一個賣故事的Show 也是 你看看他的訪問 他以前是怎樣 曾經是歌手 但是 紅不起來 紅不起來 那時候的樂壇 紅不起來 你就真的要離開 不能留下 你要轉行看 如何繼續生存下去 但你還有個歌手夢 怎麼辦 40歲 38歲 哪裏還有人簽你 捧你 但這些節目 就給他們一個平台 還有希望 我真的沒有想過會這麼成功 其實中年有希望 你想清楚一點 中年有希望 人人有功年 沒有了 給一個希望 還給一個希望 都要外面獸才行 市場獸 我發覺 外父外母看的時候 他們有個情況是這樣的 就好像當年 我看新秀一樣 他們握拳頭 準時坐在沙發上 而很熟悉每一位參賽者的背景 對 然後他們說 上一集唱得好一點 唱哪一首歌 好像不錯 這首歌 高過頭 高過頭 好像情緒未到 對 這件事我就是奇怪了 為何 《全民造星》 年輕人不是這樣 《全民造星》 例如日本人 他們開一間廠 入廠的時候拍攝 他們有超過三十部的Gopo 設定廠的不同角度 不同的位置 然後有十個攝影師 跟著每一個人 基本上那些鏡頭 他們剪成 是剪成自己很失敗的 因為他們一停了 或者走開 他們追不回前面 就是那個密集的製作 分了很多不同的組 所以在製作上 一些比較年長的朋友看的時候 就會有些 新鮮 年長就會迷失 有些看不見 沒錯 而花姐 也是一個 在整個show裡面 一個角色的設定 是很重要的 這個位置很重要 因為他罵人 有強者 就有弱者 而當時的一群兒子 就變成了 被他們渴罵 而令到大家 其實那個共鳴是什麼呢 是那個同情 共同的人 共同的人 哇 花姐 不用這樣 是不是 當然他們會有進步 看到他們的唱 唱功有進步 跳舞有進步 但是大家為何會到今時今日 來到2023年 現在少了 今年 以前前兩年 我們不停發問問題 究竟這一群 即是他們剛剛OK贏了的時候 推他們南傳出道 就一出現 就開始廣播到 咦 有人在電台門口等人 咦 又有一群粉絲在門口 做什麼事 很久沒有見過這個情況 對 追星這個情況 繼軟硬之後 哈哈哈哈 我也是其中一個 還有人追星嗎 不是只有韓國才來的嗎 對 我們那時候 譬如同一些同業 我們也有廣播到出入 雖然是三個和三十個的分別 我就開始討論 咦 為何會過來 那些班人 為何會重現這件事 慢慢浮到很多人 解釋 哎呀 我真的不知道 譬如有些當年是 喜歡Leslie 現在又喜歡其中一位成員 他們訪問的時候 我心態 這一種感覺很奇怪 好像很近 好朋友 其實就是中了花姐的魔力 還有你每個星期去看著他們的進步 有共情 還有看著他們的進步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以前十八區過場比賽 你只看他一晚的表現 可能唱兩次 可能再決賽再唱一首 你接著看不到其他東西 但是你看這些造星節目 你是由他一開始 怎樣進去 到他一路被人濕濕濕濕 他怎樣去擊敗其他的對手 他今次的表現 哎呀 為何你最後才來脫腳 那種 其實 很厲害 會數到以前的超級星光大度 一樣 踢館 甚至超級巨星 ATV 都是走過那個路線 都是真人秀 其實那個人未必唱得很好 但是大家就很喜歡他 是培養觀眾緣的一個好方法 還有這份喜歡和你用什麼播放 跟我們昨天說的一樣 以前是電視 然後靠一些余記 現在不是 現在其實是 靠一班打手 我想說 其實頭幾集 全民造星 其實我在手機那裡看 方便 現在手機那裡看 不單只是看完整集 還看到一些帖子 那種互動 其他人怎樣看這件事 沒錯 現在這個網絡世界 人人都可以是記者 有所謂的User Generated Content 全部人都可以打內容進去 但不太多東西看了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來 好醜 誰送上我被愛 平相信是你 令我堅忍闖過最壯闊的海 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蓋 你是我所愛 即使不能再都不改 未來 未來 讓問過星斗 誰親得超出自由 全望裡解憂 而我虧待你 亦接受 有一些悔究 遺留傷口 亦有些罪咎 無期不有太多 難及你永久 誰送上我被愛 令相信是你 令我堅忍闖過最壯闊的海 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蓋 難是世上再多不能掩蓋 你是我所愛 即使多難過 都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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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 你送上我的海 永遠是我的希望給前路 難以引起去中路 難以引起去中路 何不成為你所 好 錯過最精彩 還想答謝你 令我今天知道 有過最精彩 成就在底 依然慷慨 願你的愛 今時何時在 日後更好未來 如最後要分開 還想答謝你 還是你 令我勇於錯 我最理智的海 某一醉湯 感情深厚 雪雨上心愛 即使不能再 都感情深彩 都感情深彩 池中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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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池中蜜 今天很高興 邀請到何亨 亨爺和龍仔 來做我的嘉賓 剛才我們一直以來都在說 2023年在樂壇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發生了很多事 連詩雅結婚 連詩雅也是歌手 她也有出歌 她的歌挺好聽 是喜事 Steffy開演唱會 Steffy開演唱會 餅碎聚在一起 我超感動 當年說他們不和 沒有聚齊 好像差快 一兩塊 總之一兩塊 這件事是樂壇的喜事 今年多了人去紅館開演唱會 紅館的期間 真的好爆 近這幾年 你們覺不覺 多了在YouTube Channel上 演唱會的濕聲片段 好像是觀眾拍的 但其實真真正正是一些 我們叫做主辦方去拍的 沒錯 我反而覺得我想去看 看完這些片段 但滿足到海外的樂迷 是啊 好像張敬軒 香港開演唱會 我美國買不到票 兩體 例如即時回放 不用製作主辦去做了一個後期 大家可能是有些 有些是貼了二十分鐘 十人分鐘 有些十分鐘 即是你唱一首歌 訪問一點點 再唱一首歌 或者是真正是媒體的朋友 你個人的也好 或者是真的 娛樂平台也好 他們都拍到一些 可能是五分鐘 甚至是兩分鐘 少少的片段 少少的片段 我突然滿足到 好像 例如林開鋒剛剛開完演唱會 喂 我三天都好像去了會場 洗版 認識那群人 喊著不停有 不停有 很難得他們 再合體 再做這件事 講回你剛才說的 在美國可以看香港歌手 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看那一支SERENY 真的 凌晨四點 四點鐘在那裡 開著它 然後一起看 你搞什麼 去到凌晨四點 開一些東西來看 是現場看的 哦 看Live 是Live 因為近幾年 因為那邊是時間發 近幾年有些歌手都 你海外 我給你一個地方 去看我Live的演唱會 但是氣氛立即是凌晨四點幾 跟他們一起 很開心 就像看Live的足球一樣 對 對 差一點點 不過你說 這個Online的文化 但是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回香港 你可能只是看著那些時段 你不是看著演唱會的時段 來回香港 就是我未去到有錢到這樣的地步 當然 我如果中了Megameleon 我可以看著那些演唱會 當期來回香港 沒有所謂 總之你要抽了一晚的時間 在香港的寶貴一晚 去看的話 跟你在美國 好像阿寶說 零四點 按著他 OK 我戴個耳機 我自己又可以聽到 我喜歡的歌手的歌 OK 做多些這些 當然 你來到美國 我都覺得 很多人會支持 因為我看到近幾年的選票 都去得很快 有時候是一票難求的 Eason 張敬軒 陳慧琳 在Vegas那些選票 都一樣是一票難求 關心賢 關心賢 關心賢那個也是 關心賢那個是一個教會 都坐很多人 其實大家都好像經歷了這個疫情 我要爆了 很渴望去看演唱會 你不要說我們香港歌手 就算外國歌手都一樣 那些票是 喂 你一投出 可能四五個小時之後 掃偶 喂 不要這樣 我想買兩張 黎明 兩張 沒有啊 我愛黎明 其實我發現 演唱會 接下來應該會越做越多 我希望就可以 越看越精彩 還有可以 希望帶回那種 不要只聽 阿龍或者阿寶你們 都可能 是不是經歷過 不在賭場的演唱會 有很多 不在賭場的演唱會 都有經歷過 那些是 他們的舞蹈 甚至他們的互動 我覺得是 開心的 嗯 我不是說什麼 總之有得聽 其實我也開心的 不過是 那些人 是不是真的有心去聽 嘗試一下市場 等你了 阿亨 不要這樣說 因為我過到來 大家都好像 遲著一個 好像是 回不了生的狀態 哈哈 你都挺遠轉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然後我自己體驗完之後 真的是這樣的 真的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其實 好說不好聽 都因為 你要看 哪裏有這麼大的場 難道我們 全部製作都是不同的 包括學校的禮堂 有夠人說 那些票還炒得厲害 如果是學校禮堂 只是五千多張票 我覺得 所以變化一下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以前可能 來吧 算了 沒有錢看 現在來 很想看 我們去看 我覺得是 另外一個心態 已經變了 大家會給錢下去 因為你不給 就沒得收 經濟就會越來越差 但是說一下 問兩位拍檔 少許而已 你有正確嗎 給三位歌手來 他們離開演唱會 你一定會看 我以前想過這個問題 廣告回來再回答你 好 有眼淚換套輕巧的生意 從此 當年只得一介意 可否得到愛 我有我的心思 人成準了 會帶著類似 沉溺裡 內障一句詩 遊走呼吸間 小世界越來 每逢有故事 而明日是哪個字 no no 偷留著糖衣 love makes a new me 等他腹肌 都獎我美好 等他開口 也只冒險如花道 最明心 刻骨刻 肯一次 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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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障一缺诗 游走呼吸间 小世界越来 每方有故事 疑命一诗 两个字 No, no 求留置诞异 Now I'm a new I'm a new I'm a new me I'm a new I'm a new me I'm a new 明年 好过 没有 兩個好喜欢我 也当然连于爱 想与他结果 仍然至今都喜爱 借贪过 当当念这迫嫁 已可否得到外 全国内的主想 谈其身份各有着位置 迷恋里也没到求意 谁都不可知 是因为分歧 见见物愈迟 No I'm a new I'm a new I'm a new me I'm a new I'm a new me I'm a new me Love makes a new me 始终密 始终有密 回到最后一节 我们三个真的吹嘴吹不停 刚才在广告之前 说起 如果大家想看三个演唱会 在美国 叫他们来美国 大家会想看哪个呢 那你先说吧 我会想下 Serenny 因为他的演唱会 不是单单是一个演唱会 是一个文化派对 是因典文化派对 尤其是如果你要看他以前那些 他不是开一个演唱会 而是一个音乐会 在一些奶茶店里开 在一些很小的地方 可能容纳百多人 看起来很棒 我又很喜欢听他唱歌 所以会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你问我 我这一刻 我想看林家謙的演唱会 因为看过他在香港 澳门两边的演唱会 都是一个故事形式的演唱会 他后面的背景制作 他本身的歌曲都已经很吸引 所以你问我 林家謙如果可以把那一套 带到过来美加 即使那些儿子都会放下 会放下 会放下 老婆你帮我看着那些儿子 但老婆也要去呢 独自去偷歡 老婆也要去 不不不 因为我老婆就 不太接触香港的文化 我自己本身要做音乐 我自己很清楚 究竟现在香港的音乐 去到什么位置 谁出名 我跟他说 林家謙你知不知道是谁 林家棟我认识哪个 林家棟我认识哪个 我认识哪个 那可以了 我为什么会问阿龙这个问题 其实在囚早 或者是讨论大家 有没有potential 过来做一些演唱会的时候 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有没有人照顾他的小朋友 或者你会不会 因为为了这个歌手 看一晚的表演 放下小朋友 被人照顾 这个是三大因素之一 因为那班是消费者 而我们这班 是有经济能力的消费者 所以你的目标 其中一个 都是我们这些 有加湿的人士 我选择 我那个 反而是 想试试 尹剛 过来开 究竟是有多空前 现在又看看他开演唱会 因为光B曾经有过过来美国 是开酒楼的 是啊 我知一下 奇怪了 其实2023年后半年的那种爆红 其实他年初都开始有些东西 AI 他过来一定会有一批 一直支持他 是 每一班 走楼 年轻的去帮 很难说 你说去酒楼听这些 演奏会 音乐会 是好像觉得 对上一辈的人 我去吃饭 又听歌 我们这边就是去看演唱会 我们是不吃饭 进去看演唱会 没错 可能下一辈不是的 准时入场 可能下一辈 开了半场 还有人进来 拿着奶茶 又听到他吃饭 吃Burger 是啊 其实你说光B 我也真的想看 真真正正正一场的演唱会 由他以前的经典14座 数波波 唱到现在 当然我知道 后期那些Rap 他可能会唱得较为辛苦 因为 不记得很大 因为 父母那首歌 都已经23年了 你要他 他这么有气去唱 我觉得做不到 但气氛 就一定是一流的 我相信 这边赌场show 他都可能做过 有 我想应该有 但很多时候 会串联几个其他歌手 嗯 就是自己solo 开一个 经历了二三年 这个阵红弹 一声爆了之后 他说 他的粉丝年龄层 是逐渐向下的 是啊 没错 刚才也说过 他是与时并进的 嗯 何时都有他的 勇等 光B 光B 是要 老朋友 我在等的 我看到有些网民 看到他说香港开 什么时候过来啊 是的 有些朋友很酷 我直接去文字 四个字 开过 是啊 几个月前 真的 真的几个月前 是啊 他在罗省是开了的 没有人留意过 咦 咦 真的有那个 有那个 mood 去听他 跟舞是差很远的 是 没错 当初怎么会认识呢 你猜 找光B 上这个 first take 哇 不得了 第一 take 你真是 再重新一次 光哥常常都说 他其实是唱粵曲的 是啊 他家里的 有底子 是世家 他真的是先唱粵曲 然后才慢慢唱粵語流行曲 是啊 他唱live是没问题的 是啊 但是first take 是一take过的 一take过 他平时唱歌都是这样的 是啊 如果你一take过 能否担心光哥呢 如果以我在香港 看看我们的朋友 我有点担心 不是 不是 光哥在社交媒体面上 全部都立刻来的 是 唱到半首了 坐在那里 我也有听过 坐在那里 他说到的 你是不是要去唱 他唱完整首 坐在那里 你觉得一take 可以不可以 得到不得了 因为我始终都是怕 他年纪很大 他可能会混乱了歌词 是的 是的 不過 你呢 那些歌曲是他作的 就应该不太嫌疑 是的 如果是first take 你猜他会唱片首歌呢 哈哈哈 大家嗨嗨嗨嗨 上一身first take 都一定是唱一些 叫做經典和 認受性高的歌曲 例如今年有两位歌手 陳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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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first take 都是我彈的一件大事 因為不容易 要上first take 尤其是外國歌手 要上first take 你知道吧 你是subscriber 基本上由他第一首 他不是唱了兩首 是唱了兩首 不過你們我們就 Hit 大家 因為十多年前 你就聽他唱 現在再聽 他的melody 全部都arrange過 我覺得他老鬥了 就是很實 做爸爸真的 還有那個 以前聽到 Farlane Can唱 現在的情龍 你會看到 經過霸氣情歌 很多東西之後 他又有另外一個演繹方法 第一 take I'm ready 接著就來了 其實 一踢過很厲害的去唱 當然有人懷疑過 喂 他們是不是真的一踢過 其實真的一踢過 很多人批評 MIRROR上去 Jer他們上去唱 接著 那些人說 就是整理過的 其實 我想說 一踢過還一踢過 整理過 整理過 其實是兩回事 對 七孔留去還七孔留去 死還死 這個很難是一集的題 哈哈哈哈 其實 就算是陳柏宇那個 都會有一點點整理 不一定的 就是 他 是一個 確保你有聽過的享受 嗯 最好的聲音 是 他當然會調整一下 如果你有輕微走音 或者怎樣 但是 你一踢過 你不能 再來過 可能會調整一下 都不一定 其實 真的 完全完全 每個人都很難的 沒有哪個歌手 完全是唱得完美 如果我覺得 真的這樣說 我經常點網民的課頭 如果你要這麼完美 我覺得 你聽AI 對 因為人唱歌 你每一次可能都會不同 你聊天這樣唱歌 用力又不同 心情又會有不同 缺陷才是那樣東西 為什麼大家想聽演唱會 他演唱會唱那個 和CD聽那個 不同 arrange group 又不同 那 這個就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 演唱會還CD 演唱會還演唱會 不要把他們兩個混合 你挑骨頭可以 你有意見可以 但是我覺得 這一種就 過了 以前 有一群人 真的有些歌手 大家聽得出 他真的逐句錄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一開始演唱會 提錄 這些第一次演唱會 就做不了 你可以分開一句句錄 沒錯 所以你錄完2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真的一次過唱 他也沒有再唱過 或者retake 那 沒有錯 整件事沒有說錯 沒有騙人的 那我也很喜歡 第一次演唱會 因為他 走了一個 就是 我每一次 只是給一次機會 嗯 給一次機會 就算我聽回以前 很多不同的歌 我問 為什麼以前 聽 就是聽CD 和現在聽 可能年紀大了 和歌手年紀大了 那個韻味不同了 是啊 所以 第一次演唱會 我其實很推送大家去聽 不過有些人會覺得 不是也是這樣 是啊 歌手每次都很認真 準備充足才上 都是一個程式來的 有些朋友就說 你們都是推自己的商品而已 你說是第一次演唱會 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 第十個演唱會 我不管 總之他就一演唱會 由頭到尾 那我們時間來到這裡 沒有啦 我們做了十集 不如我們說了很久 由2023年做到2024年 哈哈哈哈 其實也跟大家說 今集很可能是 我最後一次 on air 應該之後就會 on internet 大家就可以上 去我們的網站 聽 你一直都在網站 然後開app 點回你的節目來聽 你現在禁止了我 我怎麼說 你是聰明聰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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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沒有人可以讓我找 是你們兩個人 女生 推介是那些女生 你通常都是 好啊 好啊 教我們怎樣聽歌 其實呢 我以後一直都會繼續 找阿龍爺和阿鏗爺 上來我節目的 是看他們肯肯上臉 我看你有些什麼 即是早下門神 想玩 我想至少幾個月一次 沒問題 幾個月一次 不用怕 好了 先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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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